长厨 洗净的洋葱切块 去皮的蒜头切片 浸泡过的花生沥干水 取一锅 倒入葵花籽油烧热 放入洋葱 蒜片 炒香 放入花生 拌炒均匀 倒入酱油 加入砂糖 倒入米酒 拌炒均匀 注入清水 再放入八角 煮至沸腾后 转小火 盖上锅杆 焖煮约两小时 捞出装碗即可 制作指导 可将卤好的花生 放入冰箱 冰镇一个小时 吃起来又是另外的风味 看视频 学做菜 就选 长厨 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下载 长厨APP 明天 scope 明天 吃起来又盖